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专业术语上来讲呢 叫做皮毛要工 为什么要工 就是因为它跟外界训练之后肢体的放松 跟外界能够有很好的信息的或者是能量的交流 那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出汗了 同时的话呢 再接触了冷空调 空调的冷气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寒气呢 带入内声音里 往往呢 适得起反 所以说 一 尽量选择早晚训练 第二个 如果需要在深夜练习的话 我也建议大家呢 把空调的温度呢 开到27度到28度 通过这种方式呢 适当的排排汗 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方式 第三点呢 在练习的时候呢 由于天气炎热 希望同学们呢 要注意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训练的过程当中 要按照一个五十的原则 五十的原则是什么呢 五是指你训练了五分钟 那十是什么呢 十的时候要调整十口呼吸 也就是说 我练了五分钟了 我稍微休息一下 调整一下 呼吸一下 然后呢 减少你的出汗量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保证在练习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而且呢 一旦我们的汗液排出来之后 由于汗液的蒸发 我们的体表温度反而会有所下降 所以说的话呢 累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反而会觉得在炎热环境里面 你的内心啊 是有很多的平静的 非常非常的平静 那恰恰呢 也让我们在这个三福天当中 取得了长久的进步 正所谓 夏连三福 冬连三久 此时呢 正是练拳齐齐的好世界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去探讨讨论的一个题目呢 这是我这个学生 我有一个学生 也是我的徒弟啊 他呢 叫做Tino 来自这个古巴 现在呢 定居葡萄牙 昨天呢 从欧洲回来 再次呢 在这里面学习 聚集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呢 他昨天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薛老师啊 我在教权的时候 我在欧洲教权的时候 更多的呢 教大家一些养生啊 调气啊 一些方式 他说的呢 固然很对 当时呢 我就打断了他 我说 至于初学者可以 但是对于喜爱武术的人 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喜欢专研太极拳的人 尤其是对你身边的一些 系列已久的同学 你应该告诉他 西拳的目的呢 真正的目的 或者是真正的一个核心的方法 所在 在于调整自己的内心 通过练拳呢 来开吾自己的智慧 诶 别人会说 薛老师 你为什么会突然开吾这个话题呢 我呢 就拿他的实力 来证明 是不是在学权活动当中 练权活动当中 调心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 甚至呢 占据了90%以上的 大佬对于年老体弱的 那就练得全也无所谓 那对于这些年轻人 我觉得更重要呢 是在于调心 在于开吾自己的智慧 我刚开始说的时候 他有一些恶感 然后呢 我又把他的历史过了一遍 他深感同中 推转过练权呢 是03年 目前呢 他是作为我们在海外的欧洲地区的发展的 这个代表发展的很好 分别呢 在意大利 在于什么呢 在于两个 第一个 我们这个圈很真实 可能我们没有某些圈馆的豪华的装修 我们也没有所谓的那种 带着这个血缘关系的传承 但是呢 我们秉承着刘胜德先生 给我们的教训 真真实实 也就是真实 作为我们的求学的目标 作为我们练权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那长期以往下去的话 刚开始很多人呢 会浮于表面 慢慢的 他会从表面的潜移当中沉浸下来 去追求太极权的真实 那 追求太极权的真实很难 在于什么呢 在于我不面临很多的名利的灰心的 各种各样方式的这种碰撞 名利的 名利的吸引 练了一段时间 没有变化 我会不会灰心 各种各样的因素 那这些因素呢 归编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新的变化 其实呢 这个也不是一个 这个 单单可疑回避的问题 实际上呢 在我们母书界有句话 叫做 吸权者呢 多如牛毛 得权者呢 凤苗灵脚 当我们去思索这个 得权者凤苗灵脚的时候 往往感叹这个权太难了 这个大道太难求了 其实呢 我跟我的那个学生推诺说 我说 03年同你一起练权的有多少人 在理论跟方法正确的情况下 到今天 你那一批学权的学员当中 跟你一起学习过程当中 有谁坚持下来 哦 他算了一下 只有他一个人坚持 那正是他一个人坚持下来了 那他现在有所谓的功夫了 因为他在欧洲教权的话 还是功夫很好 而且目前是我的土地里面 练得最好的 那 为什么能够这样 我说 一个是你的坚持 行为上的坚持 思想上的坚持 更重要的是你内心 对太极圈的认可 以及对太极圈的坚持 也就是你心的态度 而练权过程当中 又不断不断的 会在开悟你的智慧 来启迪你的什么 内心 像我们练权也是这个道理 我93年接触太极圈的时候 我那一个班上 总共是七个同学一起学习 到今天 只有我一个人在练习 所以好多人说 哎 薛老师你年纪轻轻的 有一定的功夫 哎 我们很佩服 功夫什么什么的 甚至有人说 哎呀 你功夫很好啊 这个真的 你是不是方便的 有些人啊 有些人啊 他就把他定义为 哎 你看 你的祖母也练权 那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遗传 往往呢 我们都是把这些事情 回到外界的东西 其实呢 我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要么不选择 我一旦选择呢 我就会坚持下去 对我追求的事情 对我都喜欢的事情 精神下去 但内心 有一个驱动力在作用的 所以说我们学权 我们练权 包括我们教授权的时候 也是 深入从此来讲 如果你真正就是 只是年龄大了 或者是身体失弱了 你也不要谈那么多 真正要是喜欢权的人 一定要在内心上去起敌感 这样的话 才能够真正的把权呢 练好 也能够真正的传播 中国的优秀的传播 也能够在练习过程当中 你去把很多的困惑 很多的磨难 可以看得非常淡 非常清楚 其实呢 在黄人的学生过程当中 当然他非常的认真 他现在也保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到周末来待一个月 来学习太极拳 那 我会在方法上教他 理论上教他 更是在心向上 心法上 也做了 而这些东西的话呢 离开了内心的态度 离开了内心的坚持是没有 更重要的是 在习全过程当中 他的 从他学权的时候 其实是 大概有将近八个人左右 八九个人左右 但是中间呢 有些人 是刻画原因 离开了南京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 远赴其他的地方 中断了学习 那这只是占一个很小很小的比例 那有些人呢 练了一段时间 自以为是了 放弃了 自己在那下琢磨 第二个呢 有些人呢 练了一部分时间 哎 发现啊 没有进步 然后就灰心了 就放弃了 那对边往往来说 哎呀这个拳太难了 等等等等 第三类人呢 在练拳的功能当中 没有跳开对名利的束缚 有一点点功夫 就被名利所引诱 而有些人呢 恰恰是做这些引诱的事情 于是呢 权益呢 也永远永远的停在那里 而这些人呢 占流失人群学权的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三十的情况里面 也有百分之十是因为离开了 还有百分之二十的话呢 是一些其他家庭的名字 那大部分呢 都是因为心性不坚 这个心性不坚 好多人说 哎呀 是不是我只要坚持就可以了 不 坚持 分很多很多种 第一种 为了坚持的坚持 这种坚持没有意义 第二种 困难当中的坚持 那 这是你的恒心 第三种 明确的我们最主要的方向的坚持 才是真正的坚持 那 一般初学者 刚开始 可在困难当中坚持下来 是可以的 但是呢 难以为及 只有让他在内心上认可 认同了太极权 从 根本上认证了他 在学习过程当中 这个拳 又会帮助他的身体思想 发生变化 那这种状态 产生的坚持呢 才会真正的坚持下去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把这些真之拙解呢 给大家沟通起来 只有这样 我们的武术啊 才能够发展 那 在这个理念的情况下 在这个思考的情况下 我们把太极权的思想 推到一个更深的状态 就是 认知到自己的内心 开悟自己的智慧 老师每一天 老师不是代表已经开悟了智慧 不是的 老师也不是代表他对自己的内心 就认识的一切二切 不是的 正是因为太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们在教权 我们在学权 我们在习权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定位到这个目的的状态下 不断地思考自己 正如三行五身一样 然后 调整自己内心 调整自己的状态 在这过程当中 体现在你的学权 生活 对人对事上 那这种坚持 我认为 才真正通过太极拳 而入太极 以太极而入心 所以说 通过 这个 华人练拳的 这个 成长练拳的这个状态 到今天为止的这个状态 也给了我呢 一些 启发 也希望给大家呢 进行一个分享 那 同时的话呢 也体现出来了 作为老师 也要 也要 从学生的身上 发现他的优点 发现他的特点 也是在给自己 敲警钟 也是让自己内心 第二个话题的话呢 我稍微转一下 就是 谈到一些 关于这个 练拳的一些状态 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 给大家 再沟通一下的 就是说 起码 起码 只说在我这个 发挥里面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往往呢 外国的学生 比中国的学生 在态度上 在练拳的层面上 要更加的认真 啊 这里面呢 就是说 我不是在有任何的歧视 我只是说 我看到这个现象 那这可能呢 跟我们的 某些文化呢 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定的关系 呃 有很多的外国人 我们交流过啊 很多当然也不是 全部啊 就是他们跟我学圈过程当中 有很多也会退缩 但是有些人 你看 黄仁 那样这么多年全 他中间见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人 啊 我那个学生 来自智利的 罗德雷路 他已经过来了十一年了 他每年都来到中国来学习 而 随随我学圈的妖等 是一位呢 来自保加利亚的一个 小伙子 啊 一三年来到了中国 我现在所有的科生 他都参加 那 当然了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 是吧 但其中他们对权的认知跟坚持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让我们感觉到 互相可以学习 而我身边的某些 同学呢 就是说 只是我们这个小圈子 或者我见到的一些 事情呢 就坚持的人 往往有很多原因让他阻断了 啊 很可惜 你们很可惜 大家有很多是一些 客观的原因 我是非常的理解 但是呢 很多事情的话呢 都是 主观原因造成 主观原因造成 其实呢 不仅仅是我 在我身边也有这种情况 啊 某些大家 一旦张三李四 拜了他为师之后 他们反而不学圈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 我们应该自信 反正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我经常呢 去 去谈及这些中国的人 跟外国学生之间 学圈的差别 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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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为止了 在坚持度和认可度上 学习了这个中国的学生 没有这个外国的学生好 我 我很失望 我也很焦急 所以说我把这些信念 但是 只是 一部分吧 我也希望呢 我们的同学们 能够坚持一下 好好练习 好好练习 在内心上 认知他 不然的话 这个 真的 曾经有人说过 欣修老师 你是不是教外国人 很认真啊 教我们不认真啊 不 不是的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讲 那都是要 起码是一样的 对吧 其实是要中国人教的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没有语言 老外学的话 他要把我的语言 转化成为 他自己的语言 即便我的英语还可以 但我英语讲了之后 本身我去 翻译上来 我的 我的 idea 也是有一个障碍 毕竟 英语不是母语 然后他 接触了英语 然后回去比如说 都问他还学德语 问德语的思维 在思考他 中间转换了很多 这一点的话呢 我也希望我身边的 中国的学生 珍恨起来 珍恨起来 真正的这个坚持 了解下去 了解下去 大道之间呢 但是呢 终于部分人 会珍惜下去 我也希望呢 收听我的 节目的朋友们 大家呢 能够 坚持下来 真正的坚持下来 不要让我呢 再发出 这种 无奈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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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 希望同学们呢 通过这个例子 来调整自己的内心 我 会 永远 坚持下去 拜拜